记者同见李苗栗报道,花莲县6日深夜地震灾情严重,苗栗县政府今天依照紧急调派消防局8名特搜队员赶往协助搜救,县长徐耀昌也表示捐出一日薪水近6000元,协助花莲县政府震灾附件等善后工作,并呼吁县府员工企业发挥爱心踊跃捐输。 昨夜地震,苗栗县多个乡镇也有感受到二或三级震度,今天一早,徐耀昌指示秘书长督导各局处确实了解会整回报县内有无灾情,经各单位调查了解,除了部分学校此砖部落或纤维略损,无较严重灾情。 今天清晨,苗栗县消防局也调派8名特搜队员期待影音声纳生命探测器破坏器材等搜救装备,至台中清泉港机场搭乘上午6.5分起飞的军机飞往花莲支援云门退堤大楼的搜救。 此外,徐耀昌也致电花莲县账户困其关切灾情。 因应花莲正灾,徐耀昌也指示8日起到农历年前苗栗县相关节庆活动或记者会暂停或延后办理并捐款一日薪资,同时呼吁县府员工自发信捐款及企业踊跃捐输。 邮政华波账户,花莲县社会救助金专户账号06533981,请注记指定0206花莲地震,洽询电话038227171分机397-399花莲县政府社会处救助科。